这样就修剪好了 是不是清爽多了 这个修剪下来的叶片 也不要就这样扔了 可以拿来扦插 这个卸皂栏是非常好扦插的 之前我修剪下来的这个叶片 就把它扦插下去了 现在全部都扦插成功了 所以说这个花后修剪 不仅可以让它下次更好开花 而且还可以一盆变多盆哦 那要怎么扦插呢 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就是掰下来的叶片 要给它亮一天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伤口就更不容易腐烂 我现在就把它们摆开来 明天再来扦插 蟹皂栏的叶片已经亮了一天多了 现在就可以来扦插了 蟹皂栏是非常好扦插的 所以这个扦插土的选择也非常的多 可以用纯砂 也可以用这个纯的这个增都盐来扦插 还可以用几样混合物来扦插 还可以直接用这个栽培土来扦插 直接用栽培土扦插的话 后期就不用去移栽 非常的省事 我为了偷懒就直接用这个栽培土来扦插 这个蟹皂栏它是耐旱怕捞的 所以我用这个防捞土来扦插 因为这个花盆比较大 所以我在底下垫了很厚一层的这个桃栗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然后再画一画 这个花油 就把上呈到 这个花的小装 这个花油 這個花油 就这样一个花油 太多了 爍了 花油 就像个花油 太大 再给它浇透水 这样就浇透了 底下有大量的水流出 现在就可以把它擦下去 拿一个工具 挖个小坑坑 这个不要擦得太近 要稍微有一点间隔 这个底下的叶片的话 擦一半下去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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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